今天又有点晚啊 8点多了才出发 我都能猜着吃什么了 99%烧鸟 因为上期吃的烤羊串 这期你就想来一个大队比 是不是 我告诉你 就是今天吃这东西啊 你绝对猜不到 我觉得你肯定不爱吃 我真的是纯好奇 这个地儿的菜是什么味儿的 然后我觉得啊 你大概率你也不会说的恶心 但是你可能会不爱吃 我已经收看价格大侦探 今晚大翔哥吃什么 完全看我摄影小哥吊把子的心情 从选餐厅到点菜环节 全都有我说了算 用餐结束后 大翔哥会把他心中的价位转给我 买单的时候如果有剩余 钱归我 如果不够 由我来凑 究竟是他亏还是我赚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在三里屯 直接就大了 天上人间潘桃园 哪儿啊 马上就大了 非洲美食 我操了 我走 好啊 兄弟们 落座了 这酒馆里除了我跟脚袜子 全是非洲人 非常的正宗 我饿死了 快点 你给我上蚊子饼 我就吃的倍儿香 卧槽 大蚊子好大呀 咱们真的在中国吗 我想看看喝的酒类的 福特加朗蒙酒 金酒 龙舌 南京丸 洋酒 我就要来一个非洲墨鸡头 谢谢 谢谢 中文口语还挺好 我说谢谢 他说没事 这是什么呀 你觉得是瘦的 酒吗 这是 哦 但是你先看英语 很熟 哦 好好 就是墨鸡头的配方 然后他给了一个 这是郎姆酒 还是白兰蒂啊 没法直接喝这只往里面放着 没味儿就是那种色色的 辣辣的 所以来饭 尝尝这个 我道理吧 道理有点劲儿无故意 这酒说实话 有点喝不惯 跟我日常喝的墨鸡脱不一样 还有蚊子跟我跳舞 你给我介绍 有人点的什么玩意儿 这是烤香蕉啊 这是 这个叫炸大蕉 大蕉 这不就是香蕉吗 不是香蕉 多个点像山药 哦不对 口感一上的像山药 嚼到后边是酸甜的 没吃过 这个食材绝对不是咱们中国的食材 它这个酱有点像那个甜辣酱的感觉 我蘸的就是甜辣酱 不是感觉 还是挺烫 嘎的 然后这是什么呀 叫黑眼豆 黑眼豆豆 这下边有洋葱 这是一种豆子 然后这一块是鱼吗 鱼肉 哦 鱼 这鱼跟罐头似的 味道有点怪 然后豆味不是太浓 里边这个鱼好像是沙丁鱼罐头 直接放里边一会儿炖的 这玩意儿吃不饱 不是这是配菜 哦 煮菜没上呢 哦 肥州大椒还挺好吃 虽然是很兴起吃不惯 但是它不难吃 口感呢外边的百分之三十的部分 像炸红薯 然后里边呢就是像香蕉一样 软软滑滑的 如果有没有喝过木鱼的小伙伴 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味道啊 薄荷清凝的清香 然后它会放糖或者是糖浆 所以是甜口 甜酸 然后薄荷的清香 淡上酒精的一丝辛辣 但是刚才醉的那个杯酒 我不知道是啥 就是没有酒香 只有酒的辛色苦 所以当时我也喝 我就那个表情不是装出来 是真难喝 但是到里边之后呢 就喝不出来 它那个酒单独的味道 因为它那个是一大盆 然后给这墨基托本身呢 又增加了一点那个酒 辛辣的风味 总体来说呀 能够喝 羊肉 山羊肉 米饭 米粉 米粉 哦 米粉 哦哦哦 这怎么吃也没浇咱们一下 这就是主食吗 我先尝一口这个单吃什么味啊 不是米 木薯粉刚才跟你说了 木薯粉啊 人家不是刚才说了吗 你听不懂啊 直接吃 它有点酸的 嗯 挺粗糙的 有点牙秤 这个牙秤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啊 他说的是山羊肉 卧槽 怎么臭的 上面这鸡蛋碎吗 羊肉很老啊 很有嚼劲啊 不好吃啊 这脆滑 别脆滑 嚼不动 这上面好像不是鸡蛋 不是啊 它写的是瓜子 瓜子 这是把瓜子给捣碎了 它写的是瓜子 捣成泥了 好 可能非洲人牙口好 还可能有嚼劲的肉 就我吃有点费劲 但是我拿着吃还挺有感觉的 你别说 我想尝尝米粉泥 木薯粉泥 我接受不了 米粉可能我还能接受啊 哇 这就是大米捣成泥了 这看着还挺好啊 这比刚才那木薯好多 那木薯太粗糙了 你知道吗 哇 这个就是年糕一样的东西 像面糊 口感特别糊嘴 这挺香的 来一口 吃习惯了啊 问你们 越吃越香 这什么东西 你给我介绍一下 牛肉吗 牛肉 地幅 然后这是米饭 来一口它的牛肉 牛肉很香 它里面散了辣椒粉 有点辣 直接沾尝尝它这个辣椒酱 有点海南那个黄椒酱 那个辣度跟味道很像 米饭 这人家米饭应该就用手抓着的 我也不懂啊 我真没见过非洲人怎么吃饭 我就拿叉子了 它们这个米跟普通的米不一样 非常的长 因为它这个米呢 是裹的东西 一起翻炒的 原本的白色已经变成那种 中红色了 所以米饭本身的香很难吃出来 完全是它哥的调料的味道 还挺辣 这个相当于他们的解腻用的小菜 我感觉 有胡萝卜丝 然后原来菜鲜 这边就是沙拉酱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这牛肉沾起来就应该比我一层酸味 好吃 这好吃 这真挺鲜的 那你这个米穿苦不爱吃 因为我觉得特别香 老爸可以尝尝 这个牛肉才当于咱们的牛腩肉炖的 比咱们平时吃的可能更有嚼劲 没那么烂会儿 我觉得这家餐厅呢 不知道能不能代表非洲菜啊 不知道能不能代表非洲菜啊 但就今天我的用餐感觉就是 他们的肉类都特别有嚼劲 然后呢 酱类呢 就特别的下饭 但它这个酱类啊 与其搭配米饭 不如说它这个米粉泥 就跟它这种酱 就是绝配 一加一 大于二等于三了 其实我觉得这跟前几期呢 稍微有点不同的是 这个真的纯猎奇 纯好奇 价格猜不猜没有什么意义 那我说的话 平均一道菜就要它六十八 八十 四八三百二 再加个酒 六十 给你三百二加六十 三百八块钱 来 支付好了啊 好 OK啊 转完吊巴子的三百八 多少钱啊 我不会给你三百八 我还亏了吧 您扫我是吧 多少钱啊 给我看看 看不清 我告诉你们 这么屌 剧本吧 好啊 那这期吊巴子没赚也没亏 给我的感觉呢 挺好玩的 吃的呢 不是很舒服 但是有些菜挺好吃的 未来我真的有可能就馋了 再来吃 说不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